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取这个洗衣机的门了 先把洗衣机撅起来 把底部的固定螺丝拧下来 然后放下洗衣机 继续拆卸前方的两颗固定螺丝 这个固定螺丝拧下来以后呢 咱们拿个一字螺丝刀 遍住侧边 把这个门给它遍下来 继续把这个门锁的插件给它拔下来 现在这个门咱们整体就可以拿走了 然后把水盒取下来 当这个水盒呢 咱们也可以把它劈开 这样清洗的时候 方便咱们洗 看看 锅子 现在咱们把这个洗衣机 所有的配重都给它卸下来 咱们卸到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 一定要手扶着点配重块 配重卸下来以后呢 咱们继续拆卸底下的下排水软链接 咱们继续把这个排污口给它打开 呀 看这流出来的水就是黑的 看看这里头有个啥 这是什么呀 卡子吗 现在我们拆卸桶的支撑杆 这两个支撑杆咱们拆卸下来以后呢 咱们先把这个后门打开 因为后面呢 也会有一个支撑杆 这后面的锅子螺丝取下来以后呢 咱们直接可以把这些拿掉 这个上盖呢 往上一拖 它也就下来了 把后面这个支撑杆给它拆卸下来 现在这台洗衣机呢 所有的连接管 还有底下的支撑了 咱们这都已经拆解开了 现在吃着劲呢 就是上面这些弹簧 咱们一会儿要把这些弹簧都取下来 把整个头给它抬出来 现在咱们就需要把这整个的头 给它弹出来 这个桶抬出来以后呢 咱们需要把这个电机拆卸下来 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软件上 看看这个电机 怎么会袖珍呢 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咱们要开始P桶了 像这种西门子热绒筒的洗衣机 因为外桶是热绒技术 粘合的不同于别的洗衣机 在P桶的时候 一定要从桶的上方往底部走 而且咱们的美工刀片呢 不能塞得太深 太深会把内部的卡槽弄坏 造成后期组装的时候就会漏水 然后也是一样 拿出两个螺丝刀 一定要从桶的上方往下翘 这一点是要记住的啊 一定要记住的 因为上方咱们的桶是不存水的 你一边翘着会有嘎嘣嘎嘣的声音 这会儿你不要胆小 说明咱们快成功了 现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从今把这个桶给它劈开了 看看这里面的污垢 下面这块都坏了 有一股下水道的味儿 现在咱们就把这个皮带轮拆起下来 这个皮带轮给它拔上来 现在咱们继续取这个内桶 看看这个后桶 我的妈这都呼满了 天呐 这个洗衣机洗衣回真直啊 内桶取出来以后啊 咱们继续把这个胶圈给它取下来 先把这个卡簧给它憋下来 看看这个胶圈内部 它都堵死了 现在咱们继续把这个三脚架献下来 先拿手动的啊 把螺丝给它拧松了 这些螺丝都松了以后 咱们就可以用电动的 这点三脚架的固定螺丝 咱们就都已经拆解下来了 现在咱们取这个三脚架 拿个螺丝刀 遍住三脚架 看看咱们这个三脚架底下 看看这些污垢 你能想象你们家的洗衣机 有这么脏吗 看看底下这些泥 多厚呢 现在这台热绒筒 咱们整体就已经拆解开了 无法想象这内部的污渍 这么脏啊 这是咱们拆解下来的所有零部件 看看这个洗衣内桶 这三个水盒 妈呀 太脏了 开始清洗 欣赏一下我们清洗完的效果吧 咱们现在开始回装 首先先安装这点酱 咱们要在头煮装前 先把这些胶都给它抠干净了 然后再打胶 这样呢 它两个桶它能更贴合 咱们先把这个后桶放上 后后回装皮带盒 把固定模式领好 然后咱们把这个桶给它扣过来 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打胶了 这个胶在打的时候啊 一定要给它打满了 这个胶打好背后呢 然后回装上半部分 一定要对好位置 之后呢 咱们拿卡扣 给它围一圈 然后再拿大力钳 给它捏一下 尤其是这个桶的下半部分 一定要多打些胶 然后卡扣呢 后面也多一些 特别的干净胶上了卡扣以后呢 我放置了两个小时左右 因为现在天气往后呢 这外部的胶 这都已经干了 扣都扣不动了 但是里头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呢 我开始回装它 我回装这个位置之前呢 咱们先把这一回装上 OK 现在咱们就给它回装整个地方了 再给它放下 然后再挂一下 糖黄 OK 现在这三根糖黄 咱们这已经挂好了 然后回装底下的支撑打 咱们开始回装扑动 之后呢 咱们回装后盖的 富有富有摩斯 咱们回装这个格 先把插件 插上 然后把这个门 咱们安出去 现在先把富有摩斯 上上 这台洗机装成这样呢 咱们就可以开始试机了 试机的时候 一定要让它的转速 达到高频率 这说明咱们组装了 没有问题 之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外表擦拭干净 这台洗机 外表也已经擦拭干净了 而且咱们试机没问题 给顾客送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告知顾客 48小时以后再去使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